甲府四千金经典美照 甲府六的喉门杏花,步入那步步金心的宫廷,元春的正装也是身份的象征,一身名贵金黄,雍容华贵,美德大气,然而从金陵十二拆正拆看词,可知元春的结局走向,二十年来便是非,刘花开出赵宫了,三春征集出春景,五四相逢大孟归,元春身居后宫,无法与亲友相见, 二,更不能向家人倾诉哀愁,最后便郁郁而终,而甲家的好日子自然也到头了,二,甲迎春迎春是荣国府的小姐,自幼丧母,父亲假设贪财好色,气母行夫人愚昧,兄长甲脸毫不挂怀,更不要说王熙凤对其的关怀的,迎春长相俏丽,肌肤微风,隔中身材,腮宁心力,鼻腻得知, 温柔沉默,观之可亲,然而这位甲府二小姐,生性极为的懦住,一副处处受人欺负的可怜模样,奈何? 父亲假设为了五千两银子,将女儿迎春嫁给了中山郎孙少祖,甲宝玉德之后也叹道,部门永咒敲其声,让你点点乌其瓶,最后, 这位名门闺秀死在家暴的婚姻里,令人痛惜不已 三,甲探春梅归花,甲探春是甲府的三小姐,长挑身材,鸭蛋脸面,俊眼修眉,顾盼是非,文采精华,见之望足 可见曹雪芹对其的喜爱,叹春和迎春一样是树出,虽有自卑敏感的心,但她学会保护自己,失财也只在拆败之下,第一个开施舍的人,很有头脑,活得很有尊严,凤姐和王夫人也得顾忌她 三,林黛玉行假探春道,三鸭豆倒是个乖人,虽然叫她管些事,倒也一步而不肯多走,从探词中已显示探春远嫁,相对贾府的结局来说,她的结局还是不错的 四,甲西春林黛玉,初次见到甲西春时,她眼中的西春身两位足,形容上小,可见西春还只是一个小孩子,比黛玉还年幼儿 西春的存在就像一个影子,有三姐妹的时候,她总会出现,也使默默地静坐一脚 换句话说,西春的存在感真的很低,西春看似心冷无情,其实也是最可怜的人 母亲早逝,父亲对她不顾不管,哥哥贾珍也只顾自己玩乐,也不曾对这位妹妹有过直言片语,连亲哥哥都如此,更不要说自己嫂子优势了 甲府抄家出世的时候,西春逃出了甲府,独卧青灯谷佛旁,陆经寡舟画园习讨,巧玉刘姥姥也不肯相认,可谓是富贵逐过眼云烟,著 其文解密以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